今天5月,我們來到Cherry Farm 當時是鮮花盛房 每棵樹都掛滿了白色的小花 當時的情況真的非常美麗 幾個月之後,我們再次來到Cherry Farm 我們這次來做什麼呢? 當然就是炸車梨子 現在去哪裏? 今天開始,炸車梨子就變成這樣 10元這個籃 我想是1.2元,就滿了 只是這麼小的 明天不知會不會剩下一半 炸車梨子真的貴了很多 今年的Cherry好嗎? 今年沒有,不太好 這棵樹的主人都說 今年的Cherry Farm 可能跟天氣有關 很甜 很甜 不過今年不太大 對,小小粒 每年7月,我們都來到Cherry Farm 炸車梨子 已經有十幾年的時間 這棵樹 現在,冬天的樹都幾乎 很長的 找找車梨子 可以重新大 在這個農場 每年開放的炸車梨子 都未必一樣 所以我們每次去的時候 都抱著很大的期望 當然是希望每次的車梨子 都是又大粒又甜 當你走入車梨子田的時候 當然,你會有驚喜 但你也會有失望的時候 不過呢 如果你打算 去到那裡 可以開開心心去玩一天 或者半天的話 你就不會有失望 因為 掛滿了車梨子的果樹 真的令你又開心又興奮 對於我來說 我更加開心 因為由他們開花到結果 我都有參與 所以 摘車梨子的時候 就會令我格外開心 真的有體現到豐收的喜悦 在尼亞加拉這個地區 有很多的果園和農場 這裡水好土好 所以可以種種各種的水 水果 由於加拿大地大人少 人工又貴 當各種水果成熟的時候 要請工人來採摘 成本實際太高了 所以當時的農場主人 就想出了這個方法 讓四周圍的閨門 來自己採摘 你在採摘的過程當中 可以免費食用 採下來的水果 可以付一些成本的費用 就可以了 不但可以避免水果 在成熟時 爛在樹上 地上 又可以折省 一大筆人工的費用 又可以讓來採摘的人 換得開心 但到了今時今日 這個方法當然合不通 所以現在農場的主人 就決定了 我們又收了錢 你們才可以進去採摘 那麼 在裡面 你可以任你吃 看看你想炸的籃子 有多大 有大的 有小的 總之收了一定的費用 那麼那個籃子 你裝滿了 終於可以裝到多少 就是多少 入了果園之後 除了你自己的喜愛 各種不同的車離子 都是任你採摘 無論你是新移民 老移民 還是來旅行的朋友 如果你沒試過炸車籃子的樂趣 趁著這段時間 快點去試一試 如果你喜歡我今次的介紹 請訂閱站好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